我們看看圖七 完美呼吸法的第三個大點 就是中醫所說的調神 就是呼吸七大功用的第二 我們不單止不用它 我們沒有留意用呼吸去延年益受 我們沒有留意用呼吸去控制我們的情緒 原來這種完美的呼吸 是日後你會用這個方法 控制你有一個健康的情緒 為甚麼呢?誰想知道? 之後我講一點就完了 原因是上星期我講到 當我們生氣的時候 是有生氣的呼吸法的 而生氣的呼吸法 幾分鐘之內 其實我都講了 呼吸是幾分鐘可以影響你的健康 而幾分鐘之內 你生氣的話 那個生氣的呼吸法已經傷肝 但為甚麼要傷肝呢? 因為原來是這樣的 近代科學開始研究 關於磁癒式和呼吸 才發現一個很驚人的現象 這個驚人得很重要 就是甚麼呢? 他們發現 第一,呼吸的快慢 這是常知的 呼吸的快慢是控制心跳快慢的 你的呼吸喘氣快 你的心跳自然會快 OK? 就算你的心跳也很重要 你想你的心跳慢慢 你慢呼慢吸 你的心跳自然會慢 並且他再進心發現 吸氣是興奮我們的交感神經 呼氣是興奮我們的副交感神經 並且呼吸是連接了我們 隨意和不隨意的系統 而當這樣的時候 他們發現 原來我們的潛意識 是直接控制我們的呼吸 讓我們想經歷的情緒 舉個例子 你想經歷生氣的情緒 唯一的方法 你知不知道是怎樣? 誰想知道? 唯一的 一個人 所以變成了聖經說 為甚麼他們的肚腹是他們的實 他就說五臟六虎是那些人的 為甚麼? 因為原文那裡明明是說情緒的 用肚腹這字說情緒 但肚腹跟我們的情緒有甚麼關係? 原來科發現一樣 我這個潛意識早就知道 你知不知道在座 你們怎樣才可以全面的感覺到憤怒? 誰想知道? 就是你的肝受傷才行 所以他一定要用一個方法去傷你的肝 傷了你的肝 所以你幾分鐘就會感覺到你想感覺的情緒 當你的潛意識知道你想感覺不同的情緒 他就用呼吸去傷你不同的器官 而導致你感覺到那種情緒 為甚麼突然這麼大聲? 所以你發覺當人生氣的時候 他會怎樣? 呼氣強一點 所以你說要生氣得很苦的聲音 呼氣強一點 但傷心的時候是吸氣強一點的 你感覺到你哭的時候 呼呼呼 這樣吧? 為甚麼這樣你會傷心? 因為原來是這樣的 你這樣吸氣 呼呼呼 那麼快吸氣進去是傷肺的 你知不知道? 當你傷肺 你會不會感覺到傷心? 原來我們一定要傷心我們這個狀腑 我們才能感覺到那種情緒 但我們潛意識之 所以他會用某一種呼吸去傷心我們某一種情緒 所以我們嘗試看看圖8A 圖8A 圖8A 你才能全面的感覺到 他就會幫你發出那個情緒 原來我們生情想變化的時候 或者產生變化的時候 潛意識就會對膠感和副膠感神經 造成自律調節 他們發現 這樣你就會感覺到那個情緒 譬如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接近尾聲 舉個簡單的例子 當我們想感受到某種情緒 譬如你欣賞一部大片的時候 很激烈的大片 你想完全享受那部電影 那你的潛意識當然知道 他知道你想情緒興奮 所以潛意識就會使得你的呼吸變得急速 在最緊張的情節 甚至使你平息靜氣 不是你故意的 你自然就平息靜氣 為甚麼? 因為這樣才會讓你感覺到 那種刺激的氣氛 才強 而譬如我們看書的時候 我們看一本好的書 我們想投入 我們希望心無旁耳 那你的潛意識知道 用甚麼呼吸才使得你 因為好書 很吸引你 才使得你投入 就是呼吸慢、深、長 所以大家看一些很悲悲感人的電影 看完後出戲院 大家的呼吸是怎樣的? 這樣走出來 對嗎? 原來我們是不同的呼吸 會幫助我們感受我們要感受的情緒 當你很喜歡生氣 你想生氣別人 你真是找到一個理由去生氣 他真是太壞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會跟別人鬥禮 就是閉著氣 你會發覺通常生氣的人 他的氣會短 呼氣會大 而喘粗氣 這種方式 就是傷肝的呼吸方式 一傷肝 所以我就說 呼吸只是幾分鐘就會傷你的狀腑 因為他不能幾分鐘傷你的狀腑 那你怎能感覺到那個情緒 他一定要傷你的狀腑 你才會感覺到生氣 你知道嗎? 所以一傷肝 那種呼吸就會傷到一個階段 那種呼吸就會傷到一個階段 那種呼吸就會上來 譬如我們憂慮的時候 憂慮的人 譬如他有帳單 他一定要犯了 他一定要想 要怎樣搞定 今次年尾或月尾的帳單 那你的潛意識知道你想憂慮的話 他就會讓你有淺和低頻的呼吸 即是慢 你呼吸慢 屎嫂少 但你吸得很淺 那會導致什麼呢? 原來淺、低和慢的呼吸 是會導致你缺氧的 所以你就開始憂暗些 憂鬱的人會憂暗 看些東西 憂暗些 頭痛 胸悶 為什麼? 因為這個呼吸法是傷皮的 我們再看圖白A 我們跟著跳去看圖白B 所以你看到憂慮的呼吸方法是會傷皮的 而悲傷的呼吸方式是傷肺的 因為那種吸法 不是說這種喘氣方式是沒有用的 因為在健身的時候是有用的 這種方法 但是是很傷肺的 這是一種呼吸方法 現在你明白了 原來其實我們呼吸是可以幾分鐘內 去傷你五座落伏 但是同樣是你的呼吸 前面識知道是你的呼吸 使你全面感受那個情緒 那當你害怕的時候 害怕的時候 人家會怎樣? 例如媽媽打 或者爸爸對你發生氣 你大氣也不敢喘 你會閉氣 閉氣會傷神 OK? 而前面識知道我們為了要感受這件事的時候 他一定要藉著呼吸去傷我們某個狀腹 而讓我們經歷一些情緒 結束的時候我們看看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壓力 你看到哪個中醫都一定說壓力不好 但是為何這間教會的日華 經常都說壓力好呢? 壓力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壓力的時候 你要感受壓力 而你又消極的話 那壓力就一定不好 OK?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要人類感覺到壓力 或者你不知道要你感覺到壓力 用什麼方法 原來前面識知道 如果要你感覺到壓力 他的方法就是導致你肌肉緊張 然後導致你長期呼吸困難 你才感覺到壓力 為什麼呢? 因為你緊張了 長期你覺得呼吸困難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覺得軟弱 並且你會淡忘呼吸 這個稱為慢性缺氧 繼續說慢性缺氧 原來慢性缺氧 我們就會感覺到有壓力 你知道嗎? 壓力和緊張不同 緊張就是再急劇一點 再快一點 緊張是急性缺氧 明白嗎? 所以前面識知道 要令你感覺到緊張 所以你看到一些人 比如說趕著外出 又要拆牙、又要穿衣 慢慢開始頭痛 有些人緊張就頭痛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要你感覺到緊張 就是怎樣呢? 要全身肌肉收縮 緊縮到一個程度 你會呼吸出現暫停 以用暫停這種暫停法 還要特別要 立即要導致你的大腦缺氧 那你才會產生到緊張這種感覺 前面識知道 而因為你的大腦是沒有被用養的 你在緊張的時候 你的肺只是全一口呼吸 一口而已 多一口都沒有 所以缺氧的情況 當然是大腦立刻短路 不能夠正常工作 於是為什麼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在比賽的時候 或者一些人見到自己心儀對象的時候 就會非常緊張 緊張的第一件事就是 臉紅已熱 為什麼? 你缺氧 你的心要跳得快 才能夠封血 第二就是 那些人在緊張的時候 容易語無倫詞 思維混亂 腦一片空白 不能夠作出應急的反應 我們通常稱為這種叫緊張 但其實是急性缺氧